这个运钞车太破了 半路掉了一箱子前 而此时好运刚好下班 看到路上有一个箱子 寻思卖铁也能买个冰棍吃 仔细一瞅 天哪 这不是美联储的标志吗 他赶紧环顾四周 还好没人 拎起俩麻袋 撒鸭子就跑回车里 这可是好宝贝 他撕开一看 120万美元 发财了发财了 可在一旁的老肯不淡定了 别碰那些钱 不属于咱们 赶紧还回去 你疯了吗 我这一步偷二步抢 凭啥还回去 突然前方有警察在盘问 老肯心态一下就崩了 因为一袋钱进橘子不知道 你脑子冒泡了吧 这一看就不是查咱们的呀 这笔钱咱们五五开 老肯不为所动 硬要他把钱交给警察叔叔 或许还有奖励呢 可好运不干了 好不容易发财 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呀 老肯担心被牵连 直接把他赶下车 于是好运抱着俩麻袋现金 回了家 赶紧拉上窗帘 再次撕开麻袋 没错 这不是在做梦 我发财了 突然听到老妈的声音 他赶紧把钱装进袋子 还锁到衣柜里 这慌张的小眼神 被老妈捕捉到了 儿子是没钱了吗 没有啊 确定吗 真的没事 你看看你 一撒黄脸就红 拿去带妹子看看电影 不不不用 可钱还是塞下了 而这边银行发现钱丢了 在调查 经理一个劲的怀疑 肯定是劫匪作案 我可是周周检查 警察办案可是讲证据的 非要案件重演 却发现这辆破晓的运钞车 一踹门就开了 这不是车有问题吗 可经理在采访中还在甩锅 捡到钱的人赶紧还回来 好运心中暗喜 傻吗 我会把钱还回去 可此时老哥却说 在咱镇 要是捡钱不还 就要进局子 五年起步 他一想 这钱得赶紧变现 途中遇到流浪汉 一人一百的发 可钱太多了 啥时候花得完呀 于是他找到投行的前女友 想把钱洗白白 可前女友根本不信他有钱 这时 他拿一百刀结账 服务员说警察正在盯着 所有用一百刀的人哦 放心吧 他的所有家当 估计就这一百 可好运一下就慌了 赶紧离开了 这个男人意外捡到一百二十万 买烟 一买就买好几包 还不带找零的 来到酒吧直接包场 再顺道找个洗钱专家 把钱洗白白 第二天就买豪车追回了前女友 可女友得知这笔钱 是不易之财使 又立马翻脸 白白的凝泪 好运感到十分郁闷 在同一个女人身上 居然栽了两回 于是便找老肯 去酒吧买醉 老肯还是劝他 把钱还了 警察已经放话 这周之内就要抓到你 突然警察出现 开始到处盘查 一旁的酒鬼说 你看就是那家伙 可警察根本不信 酒鬼说胡话呢 他只好拿出一张名片 要是谁知道线索 举报重重有赏 可大家都不想惹事 没人搭理他 好运健壮 上前一把夺走 好 有消息一定通知你 等警察一走 他拿出一把钱塞给酒鬼 你可别瞎说了 出了酒吧 老肯直接炸毛了 你还嫌事不大是吧 警察都找上门了 此时 洗钱的老三突然过来 告诉好运 之前捡钱的车被查到了 车谁的 呀 是老肯父亲的车 这一下把老父亲都扯进来了 三个人急得焦头烂额 这时好运心生一计 咱去把车改个闪 到了没人的地儿 好运又换主意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让他报废 说完就抄起家伙 把车窗砸得细巴烂 这波整完 老三也发现了好运的弱点 之前给你洗了六十万 但你得把剩下的六十万拿来 你才能拿到一百万 好运开始犹豫了 他一回到家 就把钱藏在马桶下面 可太多了 根本不得行 钱多到花不完该砸整 那就把钱塞到丝袜里 不行 要不藏房顶试试 好运直接掉了下来 他只好冲进前女友公司 把钱直接倒进抽屉里 钱都是你的拉 给我买张机票就行 晚上十一点碰面 说完又立刻去找洗钱的 把我之前的六十万还我 你压的 我捡钱容易吗 好好好 把枪放下 一切好商量 老三也是混过的 拿出俩麻袋钢盆 就这 就这 你不想活了是吧 可boss什么场面没见过 更何况六十万还在自己手里呢 赌好运一定不敢开枪 还真赌赢了 好运拿着钢盆 就去等前女友 可他一直没来 倒是警察有了新线索 已经锁定了好运 还悬赏五万刀 这下 酒吧里的人齐刷刷望向他 那个酒鬼又忍不住了 他要去报警 却被兄弟拦下来 咱不能见前眼开哈 还好有惊无险 好运刚出酒吧就遇到了赶来的前女友 等天一亮 咱俩就远走高飞 俩人乔装打扮来到机场 可钱箱太大了需要托运 这哪行啊 被警察逮住就完蛋了 他又想了个办法 买了双丝袜 把钱都塞了进去 过安检的时候 突然警报响了 好运强装淡定 缓缓把皮带解开 成功过了安检 可此时 警察赶了过来 一眼就认出了好运 以为换个黄毛就不认识你了 别动 小子你被捕了 好运还想挣扎一下 跳下栏杆逃跑 可下面全是警察 前女友也是给力 直接把钱撒了出去 快跑 可好运根本不跑 还在享受这片潜雨带来的快感 最后好运妥妥被抓 此时赶来的记者问他 如果你再次捡到钱 还会留下不 不 我不知道 别谦虚了 说吧 说出大家的心声 你还会这么做吗 肯定啊 而且下次捡到钱 我就有经验该咋花了 后来好运查出是精神病患者 被无罪释放了 这一看就是有故事啊 更有意思的是 这部电影还是真人真事 我就一个字 佩服 如果在现实社会中 你一步留神就捡到一笔巨款 是立马交给警察叔叔呢 还是偷偷拿来自己用呢 是立马交给警察叔叔呢